我是在... 我是在... 呃... 你是本地人嗎? 在地人 我是四川那邊 四川那邊 我想介紹其實是我的生活問題 我大概是在台灣完成那個 生活的重造 我在台灣的那個心理研究所跟性別研究所 所以就是 我第一個生活就是我認同 我可能不是太認同 說人只有男女這種區別 還有第三性 然後我又知道說那個 那個 反付錢、反男錢 謝謝 這就是我的晚餐 然後反付錢、反男錢 然後我就回到莫內地之後 我就...其實以前我現在小一 可以叫劉威小一 我以前是叫陳怡里 然後我後面就改成叫陳怡里 就一次生活的跨業 但是我發現還不過 我還可以做得更...更狠一點 所以我就反付錢 就變成劉威跟我媽媽姓了 就叫劉威了 啊這是我的...就是... 身體... 藝術的實踐者 在做一個...以自己的身體做實驗 我那天應該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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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 我忘了你名字了...抱歉 我醫療症... 我還是先加一下你微信嘛 然後這樣就可以保留住你 因為我現在是醫療症病患 所以就... 就那個...我的機線會很差 一定會很差 你少我嗎? 好...可以...謝謝 好...這也是樂巴哥哥 然後我再跟他做自我介紹 introduce 所以... 你才是... 因為做心理臨床的話 經常會吸到很多個案的素材嘛 所以我就會把我在這個過程... 那個...就是... 做一種真實的紀錄啊 就是說當你作為一個depression 抑症的病患的時候你的狀態是怎麼樣 對...然後就是... 我大概就是會介紹說 因為我就是... 這樣的一個... 就是... 性別轉換過程嘛 對... 然後我自己又是在... 我就不錄了... 我太...我太...我太累 姐妹們家人們喔 然後因為我是空碳水 所以我就是... 其實我是很珍惜 好像是愛好世界和平喔 因為我心態已經足以著 所以這是第一次我... 東西沒吃完就不吃的 因為我覺得... 真的我太空碳水了 我真的很空碳水喔 所以我就... 艱難的譴責就... 不... 這樣子 再吃那麼多囉 因為... 晚上吃飯真的對我來講 是太罪惡了 因為大家都說我胖喔 OK 因為就是... 痾... 因為要離別了嘛 所以就覺得說 這樣也沒怎麼傷感 我想說可以再來嗎 只是我在這邊丟下一個安可毛 然後可以發現的時候認識 因為這邊人的流動 可能沒有那麼快喔 因為我的流動... 還是挺快的 因為我一直從好多地方 一直流到這邊來齁 收得... 然後... 有時候挺依賴 就是這些... 就是人際連際的APP 就是... 就是...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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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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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洞... 我最多有點喝酒 喝到斷片 然後杯子放在冰箱 我都忘了 那姊姊跟我說 是不是冰箱裡面凍了 杯子我說 是啊 是啊 我找了好酒 既然是最愛的咖啡 真的太棒了 這種凍乾很多的咖啡 然後覺得 出來的這個可能有什麼時候出來我忘了 反正就是 我覺得是忘記了很多的痛苦 跟自己生患期間的痛苦 我覺得 單身最好的是自由 我想去哪裡去哪裡 而且這是一個起點 如果開始在接受單身 然後我也在 在認同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由 我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過多的 放在別人之上 OK 那 特別是像以前想開店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好像說 好像也不是 我特別喜歡流動啊 走動什麼 那種恐怖的 心流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可能我不適合 狀態自己店齁 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三位的小姐姐齁 然後 我要不要去破冰啊 所以既然是自己 以前總是破冰說 大家可以跟我 就是做一定的交流 一種事 No No Way 那我承受得了嗎 所以我先問自己看一下齁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在拍Vlog 一來感覺到說 其實我就是兩個狀態齁 一個就是 情感創傷的Vlog齁 當你作為一個 情感創傷 對你情感可能是 姐妹的閨蜜之情齁 就有錢處理不當齁 練人違反 那另外一種是 戀情齁 白白失敗齁 這是第一種狀態齁 就是我們的Dimension 第一種 第二種是什麼呢 第二種就是說 好 Dentary Depression E的狀態齁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Dentary Depression E的狀態齁 對三餐好 馬上就好了我們 嗯 馬上就好了 我覺得會很快的 這個Depression很快齁 然後就是 呃 I don't know 就是加下 對 坐一半吧 就是就是 我們明天還要早起來 我們現在去 找個下韭菜 吃很多主食 所以我還在不急的時候 他們就要走了齁 那沒關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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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還是我最有耐心齁 一直在等待齁 好 那要不然先這樣子吧 我結的時候我就會觀察齁 好 See you 姐妹們 嗨姐妹們 家人們 然後就是一次 就是 算是那個 離別前的 一個 機會齁 然後 怎麼說呢 就是 生命也很長 可能也很短齁 就是若干年之後 到底多少年能下密 我也沒有把握齁 然後 對 就是我用小依依的角色 在社會長衣裡面 的 很難得的離婚 就是真實Vlog 我回去之後就變成 劉老師了齁 是另外一個角色齁 嗨妳們 好 太好了 那終於是留給妳 謝謝 然後 可能這一部分 對我的學生也會有一點幫助 我想說 雖然我現在不教書 但是我想說 以前 當我在講台上面 教過了學生 看到我的這種轉變 他們可能也會對我的這種表現 覺得說 阿妳真的很勇敢 很勇齁 因為以前我叫純老師 現在可能叫劉老師 OK 不管怎麼樣 我想說 就是用生命在書寫 就是我的一個TAC 標籤齁 第二個我真的是一個 身體的行為 藝術主義者 就是我 確實是有 怎麼辦啊 將 一個靈魂 是女生 所在男性身體的 這樣的一個 藝術的 實驗的 狀態 就是會真實的 會有一個呈現 所以這大概是 到今天為止 在我離開 香格里達的這一段 短短的時間裡面 我確實是有 體驗到 做一個成型的小結 第一就是 OK 對於中國內地的 女性主義的認同 還不錯 就是身分認同 第二個是 關於 就是族群的認同 比如說就是說 在社群裡面的 能力連結 比如上 簽索這個行為也不錯 那第三個就是 關於到那個 就是人權 記住權的問題 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有障礙 我還突破不了 那這是 2022年 中國內地的 現在是幾月份 八月份 中國內地的實況 那可能在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當後續的人們 嗨 嗨 嗨嗨 嗨嗨 你還要再回去嗎 你還要再回去嗎 沒有啦 我就在這裡啊 我以為你還要回去幫忙 對不對 那 OK 那就是 又是一個姐妹桃 然後 我終於又有能力做社交 就是 本來這一省 就是 我們的系統 就是 就是 所有女生 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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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 去 說 好 明天 我會去 大利 市場 可能 我會去 改變 我的想法 做 決定 去 另一個 公司 去 另一個 公司 對 你會知道 我 是 女生 我 保持 鏡子 我 保持 女生 所以 我 不想要 任何人 我 只想要 追蹤我的心 OK 所以 這次 我 不知道為什麼 要 做 這段 要 離開 這裡 好 Anyway 在這段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還是 很有收穫的 然後 我剛調出來 好的 OK 先這樣子 拜拜 我要回復 跟 絕對妹桃們一樣的生活 好 這樣子拜拜 對 然後這個 這一支鏡頭是 還是給小姨子的 他今天在金門 然後 我擺在廈門 然後可惜 我跑到十天公里外的地方 所以 有史以來有跟小姨子 最可能接近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廈門跟見面可能就差一個 六七海裡 然後 就 錯過了 完美錯過了 然後 沒關係 這 就是 呃 對 這件小姨子 因為 在我最難受的時候 他每次都給我提很忠心的建議 然後每次都幫我百度 就度過劫難 我覺得都挺好的 生命中 真的是 很好 也會規定跟劫力好嗎 好 可以啦 謝謝 嗨 前面們家人們 然後就 叫了一輛車 呃 三點多公里到那個 車站 所以想應該還會有時間 然後 我也完成了姊姊一家 帶我的 三間客房的打掃 所以這個就是 是我最喘的一次 我就 拼盡了潛力 因為我看我還有車上 還有六小時的休息時間 早上也沒吃 什麼都沒做 然後 就是巴拉巴拉巴拉 拼啊 然後這條路 然後這裡是 我要記一下 就是下次我在這邊 就是會 就是會那個 就是 對 然後就是有一個 五虎民宿 就是 是的 就是 我覺得 真的好艱難啊 對 因為這是我 我 我不想 顧負姊姊的期待 然後 跟哥哥公報兩次 然後就是 對 就像家人一般 我想說 嗯 小一應該 有努力 沒有被 沒有被那個 那個 銅臭味啊 還有就是那種冷血的 那個所干擾 所以我還是有真正做到 像台灣女性一樣 溫暖 關愛我的姊妹 關愛我的姊姊 姐姐真心很好 對大家都很好 然後把我看護得 非常的好 然後想說 對啊就是 難得的一混言混嘛 姐妹情怡嘛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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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白白想做的副駕駛 他說有人做啊 那 就沒辦法囉 然後其實 這個位置也還好 就是 窗戶也可以開一點 一點 對 然後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 昨天晚上 小姐妹小江跟小白 跟我說的 自行APP 我就真的是到自行買了 然後剛剛好神奇 看到我那個相機丟在那邊 還有那工作人員把我撿回來了 立江冷面還是真的太好了 就是 還是有保持 不是立江 是香格里達冷面還真的挺不錯的 有保持一定的 就是 純潑感 就是感動到我 我覺得我下次來自己開車吧 太可怕了東西丟東丟西了 相機可是小丸子弟弟 丸子弟弟送給我的 丟了心疼死了 OK然後看一下 本來我對這種大通車是很感興趣 因為它可以改成房車嗎 這個是自動檔 那個位置是最喜歡的 可是不讓我坐 他說有人了 然後呢 這個位置可以那個嗎 可以這樣寫一下 可以 好那我這樣就比較 比較會不會陰車 就是 我買了冬天的衣服都放在姐姐那邊 然後就是 巴拉巴拉的就是 他說六個小時 然後剛剛說哪個門尾 我忘了 然後再問司機吧 就是 我覺得很漫長的里程 其實我一個人你知道嗎 你看到沒有 他每個人好像不走 我不管他就是 一百多塊錢 享受一下 這樣子一個包車也挺好的 好累啊 我覺得就是小一 今天真的是累壞了 就是 因為很趕嘛就是 怕離別怕悲傷 他跟姐姐 鬧鬧就哭了 所以就 就很快的就 逃跑 就是 逃避可恥 可是管用 OK 可是我想我的離開 可能大部分人都比較舒服吧 因為 因為他們那個team 那個團體 那個就是 國族主義 就是 純年跟 國族主義 跟 西比 男 就是那個 直男的 這種傳統的 惡言的 男性跟女性的 那個可能會比較合適吧 就是 我接受啊 一定接受啊 絕對說我沒有任何的那個 反抗 就是默默接受 然後我的手有點花眼 我都要去驗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 我可能是在洗 那個東西的時候 欸 怎麼 記交記不到 就是腫得很厲害嘛 沒關係 大概知道一下子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 呃 呃 呃 昨天不是想說 跟那個 就是 快快讓他陪我 一個晚上嘛 一直想說 通宵就是 喝酒什麼鬼的 可是他 我覺得他很忙欸 就是 因為他要照顧 他要照顧 到那個 西比男 就是 對那個 小酒館 幫忙 當一個 就是 有點像那個 家人班的工人一樣的 就是 自工嘛 第二個他又要照顧 到他們自己家的 就是小酒館 我也不斷 我都不公布營製 大概就這樣子吧 然後他又要 他又要照顧他的那個 就是 CP啊 呃 就是 下鋪的 辦理的那個 巴拉巴拉的那個 感受 就是 欸 世紀大哥這煙是什麼煙啊 知道什麼煙 是當地的煙嗎 這一條大概多少錢 一百塊 一百塊這麼便宜啊 我們買有這麼便宜嗎 你看一下 煙 其實 我是不抽啦 但是就是說 那個 欸 我們把它拿來看看 我把它偷拿來看看 應該沒問題吧 偷拿來看看 因為他有監控 所以我不會偷他的東西 就是 就是中國大陸的紅塔山 一百塊一條 超便宜 然後就是 欸 好 回去說我的事情 就是 哎呀 我就覺得真的是那個 快快還挺為難的 就是他現在抽出自己忙就忙嘛 然後 大概昨天也吃了兩百多塊錢 其實是想說 就是 其實我覺得說也是浪費錢 但是就是說大家開心嘛 就是 想說給快快 就是 就是 主要是給小劉嘛 抬個面子 知道說 我們這個 這群 就是姐妹桃也不是那麼摳門嘛 想花錢的時候也是 也是能花的嘛 就是 anyway就是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個對姊姊的安排 我想說 就是 談天生感情嘛 就不談錢了齁 就是 我心裡我都挺ok的 因為我來的時候我就 知道說大概 成年了嘛 就是 我們何必去計較這些東西 然後 就是 就是 越簡單越幸福嘛 好 看看我 今天 就是從前週寄過來的衣服 就是那個 新梅姊姊幫我寄回來 我覺得現在衣服換了一個 我覺得是 純 很 很那個 應該是很長話題了吧 就是 大概在一個狀態 然後 11點的車 結果他又不是不走啊 奇怪啊 現在現在幾點 你看看 因為每一客人就我一個 11點年五婚 每一客人 真的每一客人 然後 就是 哇 他說 我 我又有一個 那個作品 就是 又出過100次了 昨天 也有一個作品 我覺得這是勤勞嘛 我很勤奮齁 就是 我現在越來越知道說 我就是一個是 情感創傷師 忠實紀錄 但是我不能清換別人隱私 所以 基本上看不到別人路徑齁 但是如果 有小姐妹願意接納我 比如說 跟我牽牽手 認同我是你生生 很queer 第二跟我牽牽手 第三個比如說 我跟我抱抱 甚至說認同我的那個 女生寢室的人錢 齁 就是人格錢 這個東西不是我說的 在2016年台北 台大的那個官司 就打後面長庚大學的那個小 小文也打官司了齁 就在台灣都很ok啦 那我覺得中國內地 他這樣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我只是把這個事情PO出來 然後就要請 中國內地的女生加油喔 你們不要讓台灣 正妹 結果說 欸中國女生 不那麼現代 不是我說的 因為你這樣對我 我有什麼辦法 我就是一個 藥癮 就是一個毒藥擺在那邊嘛 然後 做一下心理學的操縱實驗 或者說社會學的實驗 前年調查不就結了嗎 對不對 那你不能接受怪有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就是 國際化跟包容化嘛 是不是 所以 一開始我也不是太覺得了 然後 有些人說我是說 欸 就是 妄想 妄想主義齁 意證妄想主義 就是 想被女生牽手抱抱 什麼 或者說跟女生同床睡 可是這個女生本來就是可以這樣子啊 為什麼我行 然後換成別人不行 不是 為什麼我不行換成別人就行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是對言 教旨女生 女性 就帶有子宮的女性 比較公平 然後對我這種 巴拉巴拉的這種 就是 新人類 新新人類 新生代女性 queer女性 那你就把它打死了嗎 OK 那沒關係 那我打死就打死 我只能說 我逃跑怎麼辦 是不是 你不接到我只能是逃跑 然後 只是說我通過經由我驗證到說 欸 這個社會對 所謂的新生 新角色女性 或者說新族群女性 不那麼寬容 不好 OK 那沒關係啊 就是 欸 就是 這是我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 六個小時挺好的 那沒關係啊 就是 本來其實真的可以 好好的跟那個 小小黃在一起 因為我那天只要坐車 然後 直接離開 其實是跟小魚姐 同一天我離開 我坐車去大理等小小黃 我覺得我是可以跟他有一次很好的 共度 但是 我就犧牲我個人的幸福 就是 嗯 我其實是有犧牲很多的 真的就是 有犧牲我個人的幸福 就是 包括我這次 就是 眼前 這是 星際民航裡面就是邏輯的 代表就是理智邏輯的 就是 狀態的人格 我覺得說 包括我現在的離開 是為了更好的歸來 那這樣的離開 是因為 我也是為了讓女性的 Family 女性家族 他們更好的相處嘛 就是 如果我在 可能他們就覺得 不好啊 所以我昨天 是有跟姊姊說 也有跟那個 小魚姐的 就是 閨蜜們 做道別 然後他們應該都知道我走了 然後我想說 對 有些人可能就會 比較安心的 過好他們的小日子嘛 就是 幸福的 甜蜜的 戀愛生活 祝福他們 就像我祝福第一隊的 比如說 陳瑩瑩小姐 跟小芝小姐姐 第二隊是 杭州的 玉依小姐 跟那個 Lina 還是什麼 就是 我現在祝福的 小魚姐 跟 Sidina 就是 我的個案太多了 就是 不切嘛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用身體 藝術的實驗的 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可以嗎 所以可以 因為就是說 我現在也總結到 我就是一個 女性的靈魂被困在 男性的身體裡面 這種片其實在 二次元 B站 或者說叫一些美劇裡面 都很多嘛 對不對 那 其實我是不是女生 你們看我的Vlog 看我的那個 女性陰性氣質 跟我的那個溫柔善良氣質 去看就可以 那我可以拿出那個 抽寫懷言報告 我的女性荷爾蒙的指標 跟 我的搞同指標 其實跟常規女性差不多嘛 對不對 OK 那我覺得 那如果你連這些東西都一直要批判我 反駁我 霸凌我 然後或者不接受我 排斥我 排擠我 我可以說很多 但是我想說 這都不是要點 要點是我已經活下來 對不對 那你這邊地方不能容納我 那我就繼續 陶挖眼泥啊 那我就是其實 我一直保留了一個獨立女生 逃跑眼泥的能力嘛 然後在這些過程中 我也會交到一些女性的友人嘛 就是 巴拉巴拉的就是 會啊會啊 我覺得會啊 因為 所以現在就是 我這是說很忠實的兩條脈肉 第一 一件重生 我相信大家 因為每個人不是說 都一直能看我 這麼多的根花嗎 但他每一集都可以看到一個要點 就是一個 然後一 我是情感創傷師 對於失戀 或各種情感創傷 我有真實的臨床Vlog 你可以來追翻 看到說 情感創傷真的很難耶 就是 你看我活得 就是 很幸福很健康 但其實 你沒有發現一生能見我跟死亡 進行接觸 或者說要投奔 就是死本能 要離開人世間的樣子 OK 這是第一個 就是情感創傷師 第二個是作為一個Depression 持有官方病例的 重度焦慮性 醫生的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病人 真實的臨床Vlog 加上我是有受過心理臨床的受訓 有一個專業人士 真的也是嘛 對不對 那我真的是很努力的想再 熬下來 那我會很努力的記錄說 這些Depression發生的過程 以及我怎麼熬過Depression 我總是身邊想說 起碼要一個人 不要讓我孤單 相處第二個身邊要一個人 然後讓我找到價值感 比如說蘋果姐姐讓我當廚娘 我覺得就挺好的 有價值感 然後小儀姐 其實那時候把我認同於女生 把我牽手 怎麼說我覺得都挺感受的 因為她這個牽手是一個破冰 然後我還記得小江說 跟小白說在唱歌一起牽手 他們也做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被表象欺 就是害怕 不是 被表象迷惑 他們有時候真的做不到 然後那個小小黃 有做到了 就是 就是 有讓我接觸到 就是 自己的接觸 然後 也有在 鎖完鎖在街上走 還要被抓包 被 重慶的 而不是成都的 然後我跟家姐姐抓包 然後我後面跟大家成為一個朋友 也許以後是一個閨蜜 這是一個夏文 然後小小黃 介紹我已經跟小 快快在一起 快快其實在三天前 加了我的豆瓣 我覺得太棒了 對不對 這是我在豆瓣 第一次面雞的友人 我覺得 然後快快也其實 給我好大的精神的資助 就在我在Depression花咒的時候 身邊沒有小一節 也沒有小小黃的時候 也沒有蘋果姐姐的時候 因為蘋果姐姐基本上是病的 我就成為要照顧她 然後我成為她的 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 呃 看護 就是家人 OK 另外一不提蘋果姐姐 就是她 其實我覺得她挺慘的 就是病得挺挺 那個我很心疼她 所以我就堅持 犧牲我跟小小黃的幸福 然後我留下來 就盡量幫 就是跟蘋果姐姐度過 最艱難的一節 然後我想說 我也很難的 因為我還想讓小玉姐回來 所以我想說我只能 就是 對啊 我當壞人沒關係 沒關係 其實最早的一場 就是 不在的那個人 肯定就是壞人 因為她沒有壞錢 那我就當壞人沒關係 OK 那我這個壞女人 或者說我扎你 我就離開了 那離開的話就是說 欸那個快快在我最難受的時候 我就哀求她說 那個 陪陪我呀 然後這裡面可能是不是得最快快的 就是 就是 company 工作夥伴小劉姐姐 你看 就是 人性賣的其實挺清晰的對不對 一條一條的往下走 那 我就是 有有有讓那個小小 就是那個快快就是蠻 蠻幫助到我的 然後 我其實最感恩的 因為是這樣的時候 我在感恩的時候 我上一次花瓶的時候 陳瑩瑩姐姐 就是 邀請我去包包睡陪我 三個晚上 我覺得 真的是 挺重要的 要不然我可能 也不一定回到現在對不對 然後 呃 到目前為止 就是在情感創傷 就是我一直介入到說 我是一個 經理智商師的角色 就會我會 就是 百度啊 我會轉換角色啊 就像一個智商師找到 激活我的人生價值意義 然後在理性層面裡面 因為我真的很不怕 很勇嘛對不對 所以只有三條麥 就是 三個的個案 其實藏意裡面我都很勇的去 去 去參與 融合 雖然我 很受創傷 失敗的一塌土地 我承認失敗 但是沒關係啊 因為起碼 我只有一個角色在 有價值感 就是生命的價值感 第二個是 我都有一個depression的時候 我有努力求救啊 跟姊姊求救啊 就是 我當了一個廚娘 給他們一個 就是 三餐 就是飽滿的狀態 第二個就是說 我有跟那個 小小黃啊 跟快快啊 就是這些女生 包括最早的小一姐都有求助 然後他們之間也有幫助到我 真的很關鍵 那 對 但是我真的很不相信男性 比如說我 一到兩三 三位男性其實都挺傷心的 好不提啦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在做 女性 在台北叫護女新知 然後我就護客台北 我想說 因為他們能開了好多年了 十幾二十年了 那我在這之後 我在想說 護客他們 就是護資他們 叫做女性新知的這樣的一個 新的 就是 輔助團體嘛 然後 女性新知裡面 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 作為一個 創始人 就是 我叫做 先通角色的人物 我遭受的這種 苦難 或者說艱難的過程 希望大家能 有知道說 真的挺難的嘛 然後這一切就是 他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的 靈魂 或者說叫做 就是 核心價值觀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只談 女性和民族 女性主義 對男性 直男的文化 我覺得 不談 但我受夠傷害 比如說 真的說嗎 比如說就是 CB男的酒館 他其實對我 算有算嗎 我覺得不算嗎 對不對 第二個是那個 就是 路上異見的那個 長辯子的藝術的那個 那個那個 哥哥 然後 因為他的工作人員 一直給我吹 買單 把他賣了吧 到現在我還記得 我覺得 他是認為說 我在跟他老闆 打近乎 然後就 額 二十三塊錢的 一份 就是 米線嘛 我覺得 算了 因為我能說出來 就是我不care 第三個 就是 說好了 就是 讓我隨錢 後面又把我給 落下 然後後面又跟他求助 說有沒有義工 就是有沒有 其實東西也不care 我後面也開始反制 說我其實之後 我還要做義工嗎 我也不知道就是 呃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我要 到底線階層嘛 就是 好看一下說 情況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也挺夠的 就是這個樣本 當然他有他的限制主義性 就是說 這種樣本的數據 真的很 有真實性 齁 比起你去那個 那個怎麼說 就是比起你去 道廳圖說 就是挖人家二手資料 好太多了齁 而且就是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 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說 當我們 就是 淡化身分 齁 就是我不是大學老師 也不是下大把某一個 就是青椒什麼 這個就是 我們淡化身分的時候 就是 去做到那個 社會的就是這個 邊緣角色的時候 就是 會看到很多一線的 就是人物的這種 心理狀態跟他的就是 真實的生命賣的 我覺得這還是很重要 所以這次我做VLOG 就是 真實演演 希望台灣的姐妹們 你們能知道齁 OK 好像我們走了是吧 哥哥 大概要幾個小時到 四個半小時左右 太好了謝謝 欸 好的 那 先這樣子吧 不落客了 我怕我帶回迎車齁 先這樣子姐妹們 家人們 就是我在中國 雷地的齁 剛好做的這輛 是一種 黃車齁 打開裝版本 好姐妹妹家人們 一顆人旅行開始 Come on Fighting Fighting 愛你們